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里开个小会谈谈工作 其实善宝压根儿没什么工作 他也在脱产学俄语 不过学习俄语之外 在渔南的指导下 对照着中一本 经读莎士比亚的一个剧本 他不习惯待在渔甲 渐渐的又回到办公室去 所以一周一次的聚会也有必要 江敏并没有脱离许元成和杜立林的小组 他觉得自己作为未来的苏联组成员 每个小组开会 他都有资格参加 只是汝南文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后 他有点心虚 怕原来的小组作吻他或围攻他 所以也跑到渔家去开会 开会只是随便相聚谈论 谈了一点工作 渔南又坐到自己的书桌前 去干他自己的事 随江敏和善宝一起比较他们学习俄语的进程 渔南隔着纱窗帘 忽见姚蜜走进他家院子 他非常警惕 立即指使善宝到图书室去借书 善宝刚出门 渔南对姚蜜使了个眼色 姚蜜就跟出去 他们披面碰见姚蜜 姚蜜说 姚蜜找我们吗 姚蜜说他找于先生 姚蜜回声指着屋里说 于先生在家呢 他催着善宝说 走吧我也到图书室去 渔南就这样把善宝支开了 渔南也许感到自己是从善宝手里 骗去了姚蜜的稿子 所以经常防着善宝 他却是一点也没有提防婉英 善宝一次两次索取这份稿子 婉英都听见了 渔南和施妮娜计划批判姚蜜 渔南对姜蜜说 姚蜜的IP等等 婉英都听在耳里 暗暗的为姚蜜担心 后来又听说要办什么展览 搞臭姚蜜 婉英更着急了 他想 假如能把稿子偷出来 还给姚蜜 事情不就完了吗 可是 他满处寻找 找不到姚蜜的什么稿子 假如他找到了 假如他偷出去还给姚蜜 于南追究怎么说呢 婉英想出一个对付南哥的好办法 他也找到了姚蜜的稿子 他有一天忽然灵机一动 想起于南那只旧式书桌的抽屉后面 有个空处 于南提防善宝 很可能把姚蜜的稿子藏在那里 他趁于南五蜜 轻轻地抽出抽屉 果然发现一个牛皮纸袋 里面是一大碟稿子 第一页上姚蜜写着自己的名字呢 他急忙把牛皮纸袋取出 塞在书架底层的报纸和刊物底下 这是他按计划行事的第一步 这天善宝到瑜伽开会 婉英有点担心 怕善宝看见那个牛皮纸袋 说不定会横生枝节 善宝和江敏走了 他听见于南请进一个客人 正是姚蜜 于南开了门 满面堆笑 鞠躬说 姚蜜同志请进请进请坐 不客气呀请坐呀 于南 装模作样 姚蜜不坐 进门站在当地说 于先生 我有一份资料性的稿子 善宝说是于先生在看 于先生看完了吧 于南说 姚蜜同志请坐请坐下 姚蜜说 不敢打搅于先生 于先生请把稿子还我就完了 于南没忘记丁宝贵的话 最标志的还属姚小姐 她常偷眼端向 她长得却是好看 只是颜色不鲜艳 态度不活泼 也没有女孩子家的娇气 她笑的时候也娇喊 也妩媚 很迷人 可是 她的笑实在千金难买 于南往往白陪着笑脸 她正眼也不瞧 分明目中无人 于南有点恨她 总想找个机会 错辱她一下 她既然请坐不坐 她做主人的 也得站着不坐嘛 姚蜜同志 你不坐 我可得坐下了 于先生 请把稿子还我 姚蜜同志 请坐下听我说 她自己坐下了 随姚蜜站着 你的稿子 我已经败读了 好的很呢 可是呢 也不是没有问题 所以 附近同志 也要看看 附近同志要看 可以问我要 不过 这份稿子 只是半成品 得写成了 再请领导过目 你太客气了 怎么是半成品呢 年终小节会上 你们小组 不是报了成绩吗 既然是你们 小组的成绩 领导总可以审阅呀 当然的请领导审阅 可是我还要修改呢 还没交卷呢 姚蜜还站着 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于南舒坦地 往沙发背上一靠 笑着说 姚蜜同志 别着急 等领导审阅了 当然会还你 可是 于先生 怎么扣着我的稿子 不还呢 姚蜜不客气了 于南带些 轻蔑的口吻说 姚蜜同志 你该知道 稿子不是你的私产 那是工作时间内产生的 我不能和你私相授受 姚蜜冷静地看着于南说 稿子是我借给陈善宝的 于南呵呵笑着说 哈哈 别忘了 善宝是咱们的祖秘书啊 姚蜜握了一声 顿了一顿说 那么 我得问附近同志要去了 再见 于先生 于南也不起身 只说 那是你的事 不过 我奉劝你 还是 别着急 姚蜜憋着一肚子气出门 她知道于南和附近 勾结得很紧 附近的夫人和她的密友 对自己又不知道 哪来的满腔敌意 她不敢冒冒失失地去找附近告状 她不愿告诉妈妈添她的烦恼 她这时也不便向许言成求救 罗后未必能帮忙 她只好听取于南的劝告 不着急 暂且忍着 于南和姚蜜的一番话 婉英听得清清楚楚 觉得事不宜迟 她已经扬言要找裁缝 预先把衣料 和一件做样子的衣服 用包袱包上 这天饭后 她等于南上床午睡 立即把姚蜜的一袋稿子 塞入衣包抱着出门 她慌慌张张赶到姚家 沈妈正吃饭 开门的恰好是姚蜜 婉英神色苍狂 关上门 就拿出那袋稿子交给姚蜜说 你要的是这个吧 姚蜜打开看了一下 喜出望外 她诧异的说 于先生让你送来的吗 婉英向前凑凑 低声说 我给你偷来的 千万千万 谁也别告诉 除了妈妈 谁也别告诉 她看姚蜜迟疑 忙说 你放心 我会对付 叫她没法怪人 谁也不会牵累 你好好藏着 别让他们害你 记着 别说出去就是了 姚蜜感激地把婉英抱了一抱 保证不说出去 婉英不敢耽搁 她卸掉贼赃 不负慌张 轻快地走了 姚蜜迟回房 姚太太 问谁来了 姚蜜紧张地 好像自己做了贼 喘了两口气 才放下手里的稿子 把善宝借看 于南扣住不还等等 一一告诉了妈妈 她也讲了汝南门的文章 和婉英说的 别让他们害你 姚太太听完了说 怪到呢 我说你这一阵子 好像有什么新事似的 她连声赞叹 婉英真好 你只给她揉了几下肚子 她竟这样护着你 她叫姚蜜 快把稿子藏好了 姚蜜快活地 使稿子回来了 可是她暗暗地惭愧 也暗暗担心 妈妈看出她有心事 她的心事 就为这一叠稿子吗 她说不出话 只把脸依偎在妈妈的怀里 妾说婉英回家 余南正拉出抽屉 伸手在空处摸索着 又歪着脑袋 曲着眼睛 往里头张望 她对婉英说 我这里有一包东西不见了 婉英说 是一个牛皮纸袋吧 余南盲问 你拿了吗 她输了一口气 婉英说 那天我因为抽屉关不上 好像有东西顶着 我拉开抽屉 摸出一个肮脏的纸袋 里面都是带字的纸 不是你的稿子 也不是信 我估计大约是书桌的 园主人落下的 你搁哪了 搁书架底层了 她说着就去找 把书架底层的报刊杂志 都翻了一遍 余南也帮着找 婉英说 我拿了出来 放在这里的 她用手拍着 她塞那袋袋稿子的地方 你几时拿出来的 是你的吗 有用吗 余南不愿回答 她的抽屉向来整齐 也不塞得太满 东西绝不会落到抽屉后面去 为什么那袋稿子会在抽屉后面呢 她不便说 只重复追问 你几时拿出来的 婉英想了想 好多日子了吧 都记不起了 是什么要紧的东西吗 当然要紧 余南遮盖不了 她的满面怒涩 哎哟 婉英着急说 别让孙妈当废纸卖了 原来 余南赤家精明 废纸都卖了钱收起来 婉英叫孙妈来问 孙妈说 啊 没看见 不知道 反正都是先生扔在书架底层的 卖的钱都交给太太了 孙妈认为 卖废纸的钱应该归她 东家连卖废纸的钱都收去 那么 她即使多卖了些废纸 她又没有捞到什么油水 还不是东家自己得的好处吗 婉英反倒埋怨说 哎呀 是什么要紧的文件吗 哎呀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余南不愿多说 只挥手把婉英和孙妈都赶走 自己耐心的 又把书架底层细细的整理一遍 稿子确实没有了 她暗暗地咒骂婉英 咒骂孙妈 以后善宝再来追索这份稿子 她可怎么推诿呢 妮娜要批判这份稿子 江明要展览这份稿子 她怎么说呢 她得动动脑筋 谢谢收听飘香腾电台 我们下期再见 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